2013年11月9日 一种名为疯狗浪的海浪 横扫台湾省北部海湾 一天之内就夺走了9个人的生命 还有一人失踪 什么是疯狗浪呢 它的危害为何会这么大呢 这一幕就是造浪机 在模拟疯狗浪产生的画面 和我们平时在海边看到的海浪不同 它会在原本平静的海面上 突然来上一浪 这种异常的浪花会被拍得很高 是原本浪花的2.2倍以上 然后再迅速归于平静 好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样 就像一只咬完人就跑的疯狗 所以才会有疯狗浪之声 而疯狗浪这一词 最早出现在1986年的一本杂志上 但其实早在几个世纪以前 常年在海上漂泊的水手们 就已经见识过了这种海浪 但当时人们只以为 这只是比普通海浪更大的浪花 并没有特别研究 因此才导致仅20世纪下半夜 就有22艘货轮和500多人的生命 消失在了疯狗浪中 直到1995年一次意外的发生 才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了疯狗浪 1995年1月 挪威海滩的一个石油平台 检测到了一个高达26米的巨型海浪 自此 科学家们开启了对于疯狗浪的研究 疯狗浪 是由各种不同方向的小波浪汇集而成 这种碎浪组合形成了一条较长的波浪 对海面上的物体造成极强的冲击力 但说到底 风狗浪的生成离不开风的助力 持续的风吹刮着海面生成巨大的涌浪 这层涌浪到达岸边后 就会将全身作用力倾泻在某一海角 假如此时这一区域有物体 就会难以逃脱它的袭击 且由于风狗浪的出现是随机的 所以即便是水性强的渔民们 在捕捞座椅时 遇到风狗浪也无法幸免于难 而除了风的助力外 海底山崩 长涌浪 潮汐作用等因素 都会加剧风狗浪的生成 那么它究竟有多可怕呢 给大家一个画面感受一下 一艘船只 原本在海浪平缓的起伏中前进着 此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条 比原本海浪高了三倍的风狗浪 而由于风狗浪的高度 使其侧面十分陡峭 船只根本无法爬升 更别说越过了 最终只能重重地 撞在风狗浪形成的水墙上 危险就此发生 那么对于风狗浪 我们该如何防范和预防呢 首先 第一点很重要 海岸的礁石 防波堤 还有灯塔附近等 这些海床坡度很大的地方 说明距离海岸不远 且水会马上变升 碎浪水墙会很容易冲上岸 所以要远离这些地方 其次 季节也很重要 冬季季风强烈吹袭 正是风墙浪大的时候 此时不宜到海岸带吹掉 还有夏季的台风季 也是风狗浪会突然袭击的时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